这回不白看 真是摇摇 你大的是人体 好 我都想喝了实力的有什么 有 好 出去玩就是好 干嘛 又瘦两斤 我减肥了 不是你那真大剑 鲁山这怎么来了 这两个特业形容我 你就没听说过 没有 就一个就是最厉害 啊 就不知道啊 不知道 就大奥巴吹羊柳 破坏这话 潮阳酒剧场举办的三周年演出 大获成功 这让德伯德先锋相声团 登上了成立以来的 第一个事业巅峰 在所有人眼中 德伯德大战宏图的机会 终于到了 可令大家意外的是 演出结束后 他们却迟迟等不到 团长马良的下一步计划 甚至连马良都不再联系大家 这让成员们 开始有些胡思乱想 到三周年演出的时候 就觉得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很精彩的演出 就是很多人对我们的肯定 就是也是从这场演出开始 就是觉得这是我们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 按我自己说的感觉精神上就有点松弛了 我觉得我已经到这种高度了 我就不想再往上爬了 我觉得这个团我做的很值 事实上 马良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 德伯德相声团 从成立之初到后来的几次起起落落 早就脱离了创始人马良 最初追求快乐的简单设想 为了让德伯德能顺利的走下去 他不但投入了全部心血 也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这个压力让他早已不堪重负 朝阳酒区场演出获得的巨大成功 确实让他觉得 或许就这样在辉煌的顶点中落幕 才是德伯德最好的归宿 这个想法让他一直犹豫不决 很快 马良的这种想法就在团内不静而走 大家都议论纷纷 一天团里专门负责策划的永毅方 来到了马良家 看完视频出来了 来 坐坐 考一下 不是啊 咱们 你这弄得挺快啊 你这啊 咱们下回什么时候演啊 这着急呢 咱们那个现在场地出了点问题 我想要不咱们先歇一段 你歇到什么时候啊 你看嘛 我最近搞得有点累 说实话啊 这两年多都挺累的 现在经历上有点达不到 嗯 其实你不就是 您不是说不想干吗 没有 没有 能干我还是尽量 没事 我先看那视频 好 咱们准备一下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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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觉得团长未必是真想解散 他就是确实是很辛苦 因为他年纪在哪儿呢 然后生活压力也比较大 所以做这些事的时候 他确实有很多顾忌 我们也都很理解 但是来说 我觉得其实做完三生年 反而是个机会 就是可以把这个 得不得这个品牌 再推出去一些 再让更多人知道 团员们的热情打动了马良 他决定 无论多苦 只要有一个观众 仍愿意听他们的相声 他都要坚持下去 但下一步 得不得到底该怎么进行呢 一次 一位经常捧场的老观众 想要介绍几个要好的相声票友 加入得不得 这让马良有了个主意 他决定 举办一场 以选拔新生力量为主题的 相声专场演出 让所有当选的新人 都由观众投票产生 您说说 新白娘子传奇 这一步 您就好比剧里的主人公 谁呀 许仙许汉文 说 我是那许仙 许仙许汉文 字三多 许仙 我是傻干 许三多 是吧 好嘛 您媳妇就好比跟您天生一对的那个 那是谁呀 法海 对 好 老演员呢 一开始呢 相对来说比较疲了 就是说 他演出的时候就不会太认真 现在有新演员加入的 对他来说是一个刺激 然后他不得不就是认真起来 改节目啊 演新节目啊 包括提高自己的水平啊 就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竞争 就这样 心生血液的注入 让得不得相声团再一次热闹了起来 大家期盼着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到上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剧场演出 我当时呢 就觉得这个大舞台 按我们当初以前的水平肯定是不行 现在的水平我们能驾驭这个大舞台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去试一试 另外一个呢 也有一点忧虑 为什么呢 大舞台演出首先对个 对这个节目的质量要求比较高 每一个节目必须都是高质量的 第二个大舞台演出还得要求节目数量 我不知道我这些演员 因为大家都是爱好者吗 不是专业演员 我不知道他们承受得了承受不了 所以就是心里头比较坠坠的 从创立第一天到现在 得不得相声团一直被扣着杂牌军的帽子 非盈利化的演出性质 让马良觉得确实亏欠了兄弟们不少 于是为了圆大伙一个登大舞台的相声梦 他再一次开始积极奔走 联系群中的好友寻找场地 终于在马良的不懈努力下 西四胜利电影院愿意 以2000元一场的价格租给他们做演出 虽说圆梦计划向其迈进了一大步 但高额的租赁费用还是让马良的心中忐忑不安 这天是得不得排练的日子 马良比约定的时间早来了一些 他准备把租赁场地的事情告诉大家 马良没有想到花高价租赁场地的事情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在热烈的讨论中 秉承要么不搞要搞就大搞思路的马良 进一步提出了大胆的设想 只演一场没意思 干脆在剧场举办一个相声演出季连演三个月 但这个想法让热闹的讨论场面一下冷了场 成员们的心里都泛起了嘀咕 它是400个人的剧场 这个剧场的演出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就是没有人心里有底 说这场我确实觉得这剧场能做满 或者能保证这个场地没问题 我能演谁都没演过 所以当时非常担心 整个的空间气场都不一样 所以对我们每个演员 每个作为对不对的议员来讲 都非常非常的 这个要求非常非常严 虽说大家的心里确实都没底 但是在团长马良的坚持下 同时也为了完成自己在大剧场登台亮相的梦想 大家还是决定拥护团长的提议 至少可以尝试一下 而演出季的宣传口号则沿用了三周年信典的名字 我们是快乐主义接班人 为了让更多的观众朋友知道这次的相声演出季 德伯德第一次做起了媒体宣传 成员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演出季终于在轰轰烈烈中拉开了帷幕 因为我是做这种编导工作的 所以我会去想观众的感受 所以当时就是给团长出主意 我们要做哪些场次 哪些演出 要演什么节目 这个当时都是我跟他来商量的 我也是动了很多脑子 因为这时长演出下来确实是对自己 体力上都在其他 是对你心理上特别难得的一个锻炼的机会 它特别令你揪心 令你的心老单着 不同于往日的单场表演 相声演出季是一个连续的演出周期 这让身为团长的马良根本无暇经营自己的体育器材店 有一次我们是周六约好了到景山屋 公园排练 结果周五晚上有人给我打电话 说第二天要到我这来买一些东西 可能有一万多这些器材 我当时是非常想接这个活的 因为对我们各地屋来说 这活不小 真的 这活不小可以挣钱 可是我一想 我到景山公园排练 是有很多人等着我 而且周日这个节目 还是一个要求质量非常高 非常新的一个节目 后来我反复想了想 就把这个生意给推掉了 整个演出季期间 马良的生意共损失了六万多元 而像这样的事 其实在每个团员身上都不断发生着 也让每名团员都经历着一次考验 你怎么又弄相声呢 店里好几天没开门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门啊 哎呀忙 就忙了这不是 忙这两天过也就没事了 那你忙吧 我爱人是不太理解的 他说这是你的工作啊 那只是你的业余爱好 我当时就想 没错 但是我已经选择这样做了 我就得认认真真做下去 大天虎的首领 哪位 哪位 哪位叫威震天 哎呀对威震天 特别的厉害 变形变一枪 变形变一枪 噗噗噗一斗 变形变形变形 是得不得相声团里最优秀的彭根演员 但是由于合同的原因 在演出戏期间 他不得不舍弃相声 去参加乐队的MV拍摄 为此相声团只能临时更改节目 影响最大的非他的搭档倪涵小莫属 看着伙伴们站在舞台上排练说相声 行单影只的他却只能坐在观众席里过过眼影 然后吕震决定去拍MV的时候 我就想我会心里头会有一个疑问 我这个疑问就是说同样是工作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事安排在 安排在就是找一个特复合理的一个时间段 就是说我两边都不耽误 可是他吕震就恰恰选择了一个 耽误一边的一个方案去解决这个 然后他就去拍MV了 我会形成一个担心担心什么 是不是我们两人之间这个搭档的关系变化了 想的挺好 是想把自己的镜头赶紧拍完 拍完了以后 然后赶紧再赶过去 如果能赶过去就赶紧说 好 这确实动力非常无奈 因为毕竟咱说句实话 我也得生存这样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得不去放弃 就是或者也不能说放弃吧 不得不去耽误一些我们团这方面的演出 没办法演 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 却因为这样的原因不能和大伙登台演出 这使倪涵小和吕硕之间产生了隔阂 看着两人开始日渐疏远 其他团员着实在心里捏了把冷汗 担心两人无法再继续搭档下去 之前他还不接我电话 之前后来打第二个 也说没听见吧 接了接了我就跟他说 我说确实是这样 我也是刚加入这个乐队 那边毕竟有公司 我们也签了公司 公司给你时间表 你就要严格按照这个时间表 去跟着他去走 所以说呢 而且拍MV的这个事呢 是本身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 没有办法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让追寻快乐的脚步继续前行 还是停下来应对日常的工作和家中的矛盾 相声级演出期间 每个团员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我说这个事情是我一个梦想 我的年龄已经快到中年了 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时间 还有金钱 这个牺牲是很值得的 我希望他能支持我 所以反复的跟他说 我爱人这个人 虽然说对这个事不是很理解 但是他人比较善良 所以最后也就任由我来做这件事了 然后到时候还用那个说 用吗 电话用那个 然后以后前面就还是说小教 我们俩约着吃了闷饭 吃了闷饭 然后我带了瓶酒 我们俩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就说这事 然后我就把我的想法 当时的想法还有一些担心 还有顾虑 我都跟他说了 包括观众我怎么讲 包括我说是不是咱俩之间出现的有一些问题 就是我心里也能明白 就是说他对我的不理解呢 也只是说他是个人在就是对演出上 或者说对这个团力中出于负责的态度来去交接 不是他其实不是跟我个人交接 那么接下来还要面对下一期的演出 然后总的又再犯猪 我们就前半段很很很很非常的沉 我们在一下就是这个年轻人嘛 好多东西过得也特快 那后半段说的就开始说 下星期我们要准备什么活 说的是上星期你这个包袱甩的不对 那我这个应该翻你一个包袱 应该怎么翻 紧跟着就说这些话题了 就这样在团员们的共同监视下 虽然困难重重 演出戏还是比较圆满的落下了帷幕 而与此同时 一个现实摆在了德伯德团长马良的面前 是应该坚持一直以来的宗旨 以相声为爱好 单纯的说相声 还是就此转变方向 以盈利为目的 让团员们在物质上得到更好的回报 费用很多 包括我们平时排练 服装 这些费用是非常多的 我们要是单纯的来说相声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梦想我们就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我们路就会走不远 我们想的就是属于是叫什么呢 我们不止这个挣钱 但是我们要拿这个挣来钱 让它继续维持 就让它越来越壮大 坚定了信心的马良 给相声团的未来 做了一个长远的规划 演出季刚一结束 他就张罗大家 开始排练年底的风香之作 惊悚相声剧 相声界的死神来了 他要趁此机会 把嘚啵嘚 做大做强 让团长马良意外的是 他的招呼 却没有得到大家的热烈回应 似乎这次又有人不想干了 但这一次 问题却出现在了团员身上 原来为期三个月的相声剧演出 榨干了每个团员的经历 他们毕竟不是专业演员 平日里都要照常工作 下班后 所有的业余时间 都要投入到相声演出 和相声剧的排练 团员们已是个个身心疲惫 这份无形的压力 让一部分人终于撑不下去了 主要就是觉得 时长演完的确实比较累 因为这个跟一般的演员 演出还不一样 因为大家就 如果你是专业演员 你可能就每天都在演戏 排练这种东西 但是我们还得上班 上班之后呢 这个再演出 然后再排练 就很辛苦很辛苦 所以演完这时长 其实所有人都希望 能休息一下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 怎么说 说句不好听的 叫崩溃的边缘了 因为那这儿 我是严重缺乏睡眠了 严重的缺乏睡眠 就每天开着车 我都能睡着了 这真的是开着车 都能睡着了 所以那这儿 我跟你还想聊 我说这么能下去 实在太累 确实不行了 演出季 积存了三个月的压力 一下迸发了出来 得不得内部飞翼四起 不少成员不管不顾 将怨气一股脑的 撒在了团长马良的身上 埋怨他改变了 当初组团时的初衷 让原本充满兴趣的事情 如今却成为了 大伙最大的负担 的确确实很委屈 因为就是在这个 就是这个时长演出以后 大伙的确很疲惫 我又立刻联系了 演出场地 让他们继续演出 包括年底这个风香的排练 春节的演出 从11月份就开始排练 密度的确大 但是我是有想法的 我觉得就是三周年 那次是前车之见 那次对我的挫伤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就是 就因为那次 大伙的心都快散了 我重新凝聚起来 很不容易 马良觉得 本来在三周年演出结束时 自己就想过不干了 是团员们一次次的劝说 让自己坚持了下来 现在自己要做好相声团的事 团员们反而埋怨他 给了大家太大的压力 为什么承受埋怨的总是自己 其实马良可能没有意识到 在不知不觉中 德伯德这个凭兴趣组建的相声团 已经走向了半专业的道路 这就自然会面临各种困难和考验 马良作为德伯德相声团的创始人 必须也一定要承受住这些压力 于是马良顶住各方压力 竭尽全力化解着团员们的情绪 这事儿就不能不提马良 因为魏勇团它确实付出很多 也牺牲了很多 他把所有人的电话 挨个打电话 问你什么时候有话 什么时候有话 不耽误大家正常工作的情况下 他会找一天让他说 咱们到哪儿咱们要开个会 得碰一下夏儿剧这个活动和安排 因为毕竟我的工作是在我们全团里最特殊的 他也知道我白晨得睡觉 然后咱们争取搁到下午 或者临近晚上那边去排练 当然说排练当中买水 比如说排练完了以后 请我们吃饭 那段时间确实他付出也挺多 确实他做的我们也都看在眼里 他也会跟我们沟通 就是说他的想法 因为毕竟我们来做这件事 就是希望你团好 马良的努力没有白费 毕竟所有团员的骨子里都是热爱相声的 一时的压力并不能打消大家追求快乐的梦想 于是从上到下转变思路 消除隔阂的德伯德再次统一战线 他们精心排练的惊悚相声剧 相声界的死神来了 终于如期在忽然国际的剧场上演 并再次大获成功 之前的种种矛盾也随着演出的成功烟消云散 我要把你变成一个大理石雕塑 你就走不了了 我这里没有大理石 黄花梨木雕 没有 黄金送相 你能不能找点便宜的原来 辣相 辣相 行不行 二零一二年一时 愈发成熟的德伯德收到了西城文化馆的演出邀约 甚至准备加入西城取义家协会 首先场地解决了 然后服装 道具 然后包括门票销售 这些外在的这些工作量都解决了 原来都是我实力轻松 事件事都给我做 现在我们可以把精力更多的投入到相声演出上 这以后 我们就有一个平台来诊识自己 让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 知道我们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更多的快乐传播给别人 有喜欢相 想说相 但是没有地方说的人 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来 就是大家一起寻找快乐 时至今日 德伯德依旧没有取得过什么盈利 但团员们仍然乐此不疲的游易在相声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之中 而正式加入西城取义家协会 也标志着德伯德这支杂牌军 终于用自己的实力敲开了主流平台的大门 得到的更多人的认可 对于德伯德的全体成员来说 其实不管是主流的大平台 还是非主流的小剧场 他们用相声给人带来快乐的初衷从未改变 也永远不会改变